穿杀衣的话肯定是整体的厂商的一个能力 然后速度 然后二对一的话就是会拍数会更多一点 因为对方的就是两个人的话 失误会比较少 然后我的话就尽量的去多去接 多去救 然后新城的拍数会比较多 心率 然后整个对抗的强度都会更大 我们这几天练的还是挺扎实的 然后希望在第一战比赛上 有一个给球迷一个亮眼的表现 我的想法更配得上我的野心了 对可能之前 对因为我是觉得二二年的时候心态还是会有起伏 我的思想还是没有那么的稳定 甚至我在海外集训了那么久的时间里 我有过想退役的想法 所以二二年我才会有很多很多思想上面的起伏 但是二三年我更加的明确了自己的目标 而且奥运积分赛开始了之后 我没有想到我们的成绩可以这么好 关于2024年的展望 那就是冠军 我就是要站在巴黎最高的领奖台上 日本公开赛之前 我们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成绩的 我们上半年奖金发了之后 我们还说下半年我们要吃土了 基本上没有什么成绩的拿奖金 但是后面为什么奖金刚刚就破怕怕 从日本深圳加上总决赛连续三战 对而且那个时候在打日本前呢 其实这个积分也还不够的 没有说确定能一定能参加上总决赛 所以说我们整一个压力还是挺大的 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就是更能够去 接受一些出现的一些实力也好 或者是困难也好 就更平和地看待它了 也不那么去排斥它了